你不介绍一下 林总 这是我姑姑 姑姑 这是我的前日上司林森可 干吗 上司 还是挂着上司名号的男朋友 你不介绍一下 小星 阿姨 你讲多了 阿姨 你太客气了 你叫我珍珍姐就好 白小星 领导把你送回来 你怎么不请领导上楼喝杯茶 来 上来坐坐 我可让你走了 是你自己反应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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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要伺候她 下班还得给她泡茶 小鑫啊 这个人长得倒是不错 但是我一看她就是那种 幼儿幼儿幼儿自以为师的 八道总裁 你是怎么看上她的 我 我是涂的年纪大 还是涂的会这拨人 那姑姑也想多了 小心啊 看人不能看表面 我替你会会的 你要是知道她的绯闻对象是谁 你绝对不会这么盲目兴奋了 管她是谁 只要你愿意姑姑帮你 姑姑 不是那个 小哥哥 吃点水果啊 谢谢 但是我不吃含糖量抽 百分之二的水果 为什么 你不会想想年纪就得糖量病了吧 怪不得你咖啡从来不放糖啊 有疾病不可怕 重要的是有一个愿意照顾你的人 百小心还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的 既然你有这个意思 那我今天先表个态 我是不介意 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直女婿的 不如趁今天这个机会 咱们都先交个底 你是什么属相 什么金座的 家里做什么的 你有多少兄弟姐妹 你有什么不良事啊 你交个几个女朋友 山姐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误会 这是你送的吧 人是你背回来的吧 那我误会什么了 难道你要告诉我 这不是定情信物是狗铃铛 背她回来 不是因为关系事业的顺路 小伙子 这个年代追女孩再多一点真诚 少一点套路